今天是外边没有下雨 所以猫猫也就跑出来了 现在冬天 我倒是有兴趣给你们看看 我现在冬天的花园 因为冬天的时候还能看见 我整个花园的从前看到后边 如果到了夏天就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老公就说我的这个花园 就跟一个亚马逊森林似的 那么花园其实不大 跟法国很多人家 但是花园的比就非常小 不过他们都说我的花园是麻雀水桥 武藏俱全什么都有 刚刚买了这个房的时候 这个院子就是哎呀全部是杂草 还有旁边的人认得一些杂物啊乱七八糟的 后院就是一个小破房子 也不是房子就一个破棚子 里边堆的全部是杂物 然后我就想这怎么办呢 然后也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弄 因为从来因为我是从北京来的嘛 从来就不知道这个具体这种花园怎么去弄 然后也是查资料呗 再加上因为我是学设计的 嗯我是原来中央工艺美食学院 现在叫清华美食学院 呃毕业的老毕业生 所以习惯了 生活上习惯了什么都想设计设计设计 所以我就想哎呀怎么弄我的花园呢 因为我也不想把它弄成一个就是 弄成一个完全就跟那个乡下的那种那种话 我又因为又又又又在一个呢咱们中国人的情节吧 就是什么都想要种着菜呀什么的 种着可以食用的东西 所以我就在设计的时候呢 一个半一个半种不同的植物 所以我有时候种植物 我也在颜色上考虑 不过到了夏天后来种西红柿以后 就完全疯了 全部是西红柿 西红柿根本就吃不完 每年都是像我送人 等于中间部分就这样 我又有这种 中国的这种 园林情结 所以就在自己在这挖了一个坑 这个根 其实大小跟一个 浴盆差不多 浴盆稍微长一点 有时候跟我老公开玩笑 我说你不用去海边了 你就在这就可以在 躺在水里边 他也觉得对对对 我老公是英国人 所以我们在家里边一本 说英语 你看我也弄了一些像 甲山石有点像 所以 夏天这块会有青蛙 我觉得很好 然后我们就弄了一个 干燥的这种 可以说是现在 叫Fanshy年 比较时尚的风格 夏天我比较喜欢 夏天两个人坐在这儿 坐在最后边看见我们家整个院子 然后我家后边是一个小学 我们家猫猫 我可能因为习惯了 所以这样就会跟他们说英文 不知道他们中文 他们听不听得懂 然后这棵大包椒也是 其实这也就三年吧 我可能种了一小棵 不知道怎么长那么大 然后这块是 这个房子是我跟我先生 两个人一起建的 原来就是一个棚子 因为我是搞设计的嘛 所以呢 就是想 总是想搞的特别一点 所以我们去建材商店 看了很多那种木头房子 我老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我们就 我就想了也是想了很多年 最后去年前年19年 我们自己亲自动手 我那个墙的砖都是我砌的 当然了 后来建了这么一个房子 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 下次我再给你们仔细介绍 我建这个房子和整个花园的 好多具体的细节 谢谢